啊 呀 別讓開 別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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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菜 別跑 別跑 開跑 怎麼會 等一下 站住 你對飛我 站住 別 樓梯 站住 站住 別跑 怎麼回事 別跑 書 让开 哪儿跑 皮野 你看你这么兴师动众的 这是要干点什么呢 还记得今天是你还钱的日子吗 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但是身无分文 等有了钱我再还给你行不行 通融通融 通融通融是吧 通融通融 过来 我就知道我们是好朋友 走吧 勾见龙爷去 别见了 哭哭 你就是鱼儿斗 勾见龙爷 祝龙爷身体安康 采运广进多子多福 万事如意 我 我是鱼儿斗 知道青龙邦是干什么的吗 知道 但也不太清楚 告诉你 如果说 叱咤上海滩的三雄 是黄金融杜月生张啸林 那我龙喜猜 就是苏州的张啸林 那不对 怎么讲 那张啸林他是日本人的走狗 您怎么能一样的 要我说 您是杜月生才对 你 你 你小子 嘴还挺会说 起来吧 谢主龙恩 知道借青龙邦的钱不还 是什么后果吗 规矩我知道 那是要剁手的 龙爷 您听我跟您解释 我前一天时间 朝您这儿借了十块大洋 本来是想给老娘 买口好棺材 然后把坟秀一秀 让他老人家在地底下安心 可谁承想 您说我不争气 非要去赌 把那钱全都给输没了 恰好今天是还钱的日子 我又没钱还 这不被皮球皮椰给抓住了 说什么都要剁我手啊 可是我一想 你说你剁我手 有什么用啊 是不是 给狗 狗都不吃 是不是 我又一琢磨 您要是把我这个 全活人给留下 有胳膊有腿的 您也好使唤是不是 我好孝敬您 这么说 你想让我收你进青龙邦 那 兄弟们 你们说是不是 你划算 你小子不仅嘴会说 脑子也挺灵广 但是你给我听明白 青龙邦是有邦规的 你要是进了青龙邦 违反了邦规 那你那条胳膊照样保不住 而且 你借的那十块大洋 也要一个子不少地还给我 那必须还 龙爷 我这么跟您说吧 别说十块大洋了 等我进了青龙邦 那 那以后我飞黄腾达了 那一百块我都得拿来孝敬您 好小子 就冲你这句话 我输你了 江师爷 给他想想邦规 好 咱俩是一伙的了 跪下 跪 青龙邦邦规 忠孝结义 守信尊规 兄弟同德 众心归一 孝忠邦规 甘怨舍命 银钱归库 不得私吞 服从调遣 管他什么宝贵 先保住这条胳膊再说 给你这种老别三跑腿 他总不至于 再为了十块塔洋 跟我过不去 避雨 诸之 人人自律 说 房契和钱到底藏在哪儿啊 不说 我现在就杀了你 苏州 汇丰银行 只有我本人才能支取 你们尽管杀了我 我早料到了这天 我本来是想破财免灾 可没想到你们把事情做得这么缺 龙老板 还是那句话 尽管杀了我 杀了我之后 你们一分钱都拿不到 包括这个福建 这 好 既然我们什么都得不到 你也别想活 龙大哥 别跟他废话 把他杀了算了 咱们毁青龙帮 不是一样怪我吗 好 一不做二不休 你不忍 我也不忍 龙老 你这话说得有点早了吧 你很清楚 我是日本人的药犯 而且中统军统都在抓我 要的是活口 如果你们把我杀了 就算你们跑到天涯海角 这三伙人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再想想你这条腿 别好伤疤忘了疼 小乡 老大 怎么 露哥 要不然 咱们把他送给日本人 咱还能领点赏钱 放屁 不是 那咱就把它交给军徒 那也不行 你们人家不懂这个 这些都是惹不得的主 懂吗 那你这个不行 那个也不行 你不会是想把它给放了吧 你们最好是把我放了 不管我落到这三伙谁的手里头 我一定咬死了你们就是共党 到时候你们怎么死的 你们自己应该清楚 只有我活着 你们才能活着 完了 完了 我这命也太酷了 炸商业 我龙溪才是有眼不识泰山 您大人海量 望您不计前仙 让先生尽量 你也不计前仙 不计前仙 保持大人海量 您家的存在 跟自己的存在 有毛病 不计前仙 你 fotograf一帮 有毛病 你不计前仙 容老闆 我爹刚刚过世 我想为他提麻代孝 守灵三日 希望青龙帮的兄弟们 把这院给我守好 不许任何人进来 好的好的好的 还有 护院队的枪 是你叫的吗 我马上 封唤 容老闆 不出几日军统的人 一定会上人来 到时候 您想走随便 还有那个三姨太 也可以走 不不不 不敢不敢 他不忍我不能不意 我爹刚刚过世 这个家 他是待不住了 好 好